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就是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鐘 那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錄影時間是星期四 昨天香港政府出了新的施政報告 內容非常豐富 特首都說了超過兩小時 所以今集會主力探討 施政報告對香港地產和金融有甚麼影響 今集除了施生和浩德外 還有一個新的嘉賓 就是莊泰亮教授 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的常務所長 莊泰亮教授 多謝教授今天來做訪問 教授來到 第一個問題就先問教授 施政報告 如果在概括地或簡單地 和你本身的預期 有甚麼特別大的偏差 你覺得對香港的地產 有甚麼特別大的長遠影響 首先說整個印象 標題已經跟以前有些不同 大家很少留意標題 這次的標題是為市民謀幸福成這樣說的 然後為香港創未來 跟之前林鄭那些比較 這次是比較入屋 大家都覺得是溫暖一點 另外整體裡面 你見到積極性、主動性和執行性都很強 但房屋不是排在最先的 你見到在2019年 林鄭報告房屋基本上是前後便是房屋 現在的結構 你看到是甚麼重要 當然是一國兩制第一章 前一國兩制 接著已經是管治理念 管治理念是第三 接著才到人材 人材後才到房屋 所以這次主要是提供一些 例如多些臨時房屋給市民住 在樓市措施其實是沒有甚麼 除了一個是給人材 如果來到七年 你就免去印花稅 除此之外就沒有甚麼幫助樓市的措施 所以在樓市那裡不是盡量很多 是 會否整體上和你之前 未公佈之前的預期 政策會有比較大的偏差 還是跟想像中差不多 未必太有新意 政府財政司也說過 其實他說為何不干預樓市 或是為何不設立 都是因為樓市跌得不夠 跌得不夠快 當然有些指數可能是跌得快些 或是過別盤跌得快些 但猜響物業股價署的指數 今年至今只有6%左右 又不是災難式的下跌 所以第一 沒有必要切勒 因為跌得不夠快 還有政府其實都比較尷尬 一半人有樓一半人沒有樓 你幫哪一邊呢 還有他有一個收入的擴焦 即收入的考慮 因為辣椒稅其實都是有幾十億 在好景的時候 所以暫時說 我想他未必適宜 寫在施政報告中要撤納 馬馬豪德 豪德你第一個印象 對施政報告這次的內容 跟你之前想像有沒有不同 其實這次不算有很大的驚喜 因為大家本身就很預期 希望在施政報告 幫香港重新定位 或者在政策上 吸引近期我們香港面對的挑戰 人才或是錢 但暫時不算很大驚喜 這是一般大家的理解 詩先生 很多人會問你 房地產政策和之前吹出來的風 有沒有什麼不同 剛才教授也提到 可能寧嘉玲或切勒似乎沒有出現 你對這方面有些失望 我自己不算很失望 應該說是政府對市場的判斷 和市場人士對市場的判斷是有差距的 其實政府之前都說過 應該裁爺說香港房地產市場 不單身出現斷崖式的下跌 而行內其實現在基本上都相對悲觀 覺得市場已經轉勢 回落已經成為主方向 如果政府不出手 可能那個跌幅就會失控 最好政府有些逆週期的措施出來 逆週期即是以前樓市興旺的時候 你便壓抑一下它 現在樓市衰退了 你應該扶一下它 起五戶 你都切勒 不要攔著資金不進來 因為現在房地產其實 很明顯有資金流失的傾向 你之前賣中環中薪 賣高銀 又賣波魯島 這些都是屬於高質的物業 在個別發展商手 以前長線收租 有兩個同一發展商 都要賣出來 如果流失的資金多快 流逆的少 要套現的人就需要減價 如果一旦形成 可能引起連鎖反應 所以行內之前 普遍地發聲 就是叫政府撤納 因為政府說不會跌 其實外國的投資銀行 好像高銀石 都說跌三成 接下來三年跌三成 一向相對穩重的重量行 都說跌三成 所以如果你跌三成 就對銀行手上的資產 都會引起一定的金融風險 因為之前有林鄭計劃借九成 你跌一成都可以日浴 加上賣的如果你是發展商的新盤 它又有少少日價 當然跌一成 市場都經常會有 的確不用立即出手 但是如果 在我們看來 最近市場的悲觀情緒 都頗為普遍 我認為政府即使撤納 都不會出現 一撤納,樓價便飆升 現在撤納最多是令樓價 有序點下跌 跌得溫和點 不會說要政府背鑊 又令樓市上升 我個人認為是有條件撤納 不過政府可能不想做 這一點政治不正確的事 雖然沒有完全撤納 但對非香港居民 真的有少少撤納 你買完七年 再成為永久居民 可以退水 你認為這小規模撤納有幫助嗎 這不是為樓市而撤納 它說得很清楚 因為香港是招攬人才的需要 但如果你說招攬人才 我覺得幫助不大 因為你不需要他付 你也要他付 如果他真是人才來香港 想買樓 是一個多大的阻撓 首期都是一成兩成 印花費去三成 《妹仔大國主人婆》 我相信會用他這個優惠 都未必很多 對一些在內地已經富起來的人來香港 他等待做永久居民就有好處 因為他可以遲些拿一筆錢 但如果你說是一個人才 人才未必有很多錢在手 雖然有份量 不是立即可以買樓 你要他拿這麼多出來 我認為 港有些事情做了 用的 你看看 我覺得一年後叫他公佈 有多少人申請 應該不多 當然有申請不申請都未知 因為他要過七年 可能七年後都沒有人記得 可能直接刺激政策比較少 但也有不少其他房地產政策 例如生地變熟地時間短了 可能輪候時間的公屋 承諾會再短 甚至強拍都大規模 門檻低了 我想問教授 政府對增加供應的決心 是否今次在施政報告表達得很清晰 你預期會否真的可以令到 香港房地產的供應 可能是公佈或私佈 未來幾年會比較明顯地上升 今次看到積極性 還有行動干領出來 有些很簡單的 我叫做公共居住 縮短輪候時間 這主要是給公屋市場 對這些人未必買到樓 所以對私人市場的衝擊不是那麼大 生地變熟地的時間 觸感一半到三分之一 那裏可以增快供應 但現在其實不是沒有樓住 樓價跌時增加供應 其實也沒有什麼幫助 當然最快的就是轉換一些用途 或者是加快給他收樓收購 這不是每個項目都可以做一年 可能幾年都做一個 即是七成變六成 舊樓重現 這都是個別發展商用這套 有套發展商不是用收舊樓 所以整體來說 這些不是刺激樓市措施 只是增加供應措施 施先生你怎麼看 會否政府今次這些其他房地坦政策 未來會對供應有大影響 剛才說的收購強拍門欄降低 我認為對市區重建是有幫助的 現在很多樓 其實香港現在每年都有一大批樓 到達50年的樓齡 就開始有維修的壓力 甚至有些會變危樓 石屎剝落 政府是很想加快市區重建的速度 一方面可以增加供應 一方面可以改善居住環境 以前遇到的問題是甚麼 就是每一個地方都總有些人 有些人是有些叫打釘戶 先買了等收購 先買了等收購 不是說等合理價 它是敲竹槓要特別咬大彈一些 這些人其實對普通小業主 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小業主那層舊樓 它的資產最好的價值體現 就是有得重建 如果只是舊樓租給人 舊樓重售 即是再次賣給人 都賣不到重建的價值出來 有得重建它是收最多的 對小業主有好處 對社會有好處 但就被這些釘子戶阻礙了 現在譬如它由八成降到七成 我知道有好多人已經收到七成半 差三四間未收購 這個消息一出 其實未出 估計會出那三四間的釘子戶 已經達一時間 我制了 為甚麼 因為如果它不制 因為這些發展商都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價錢 比其他人更高的價錢 跟它買它都未制 一旦如果是七成就可以強拍 這些發展商手頭已經有七成以上 它強拍的時候 它拿著七成的底 跟你拿著一、兩間去強拍 雖然拍賣都是公平的 但是你要出一個高價買它的七成 它拿著七成要一個高價買 一、兩間就容易 所以一舉他們就舉輸 所以他們很快就投降 這個對市區重建是有幫助的 我一直都贊成應該降低的門檻 現在去到七成 如果樓齡高一點 好像六成都會游到七成以上 有些人說這樣的做法對私有產權不公平 我很支持私有產權 不過我要指出的就是 分層契買到的不是一個獨立產權 你是一個 equal and undivided shares 即是你是一個股權 戰土地一個比例的股權 這些股權說明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整體的需要是要考慮的 而且這樣做對社會對個人都有好處 只是對個別打釘的人 不能夠達到他原有目的 我覺得不用照顧他們 亦都會加速重建 施政報告亦都有一部分 因為編幅很多都說 發展可能是北部都會 鼓動附近或連接前海 你怎樣看政府的取態 未來政府基建發展或其他發展 重心會慢慢偏向北面 或與前海相關的地方 這是必然的 因為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這是前海發展的兩個連接 這是國家規劃 之前林鄭提出方向性 現在成立了一個督道委員會 支援委員會和支援委員會 即是你應該有準備一群人去推推 在這個建設過程中 當然有投資有鐵路有公路有樓 會增加香港GDP 但你成立了之後 你靠那裡有些科學員 那些是否推動香港GDP 都暫時有些成疑問 因為你都是怎樣搬人過去 其實香港不是很大 那裡又未必有名效 很難找市區港島 家庭搬過去 老闆當然不需要 老闆住港島南區 怎會特意搬去那裡 所以最多可能都形成了 比如科學員或大埔卷 那種格局 經濟重心 我們從來不是以地點為重心 我們是賣金融服務給外國人 所以你究竟金融服務在香港哪裏做呢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 最重要是賣到給外國人 但是當然你興建了十多年 是加快投資對經濟有自己作用 即是結合國家的發展規劃 不需要一定找人上去內地去做 國家的發展規劃就是想香港扮演他獨有的角色 就是要連接世界 要做金融中心 所以香港應該是在中國的外循環裡面扮演角色 對國家的貢獻會比較多 如果回到大陸在內循環那裡做事 其實是枉費國家給一國兩制 第二節可以多討論這件事關於金融政策 最後問號是 施政報告出之前 很多人都預期剛才提到 有些政策會幫助房地產 最後沒有特別的短期刺激措施 令到很多香港的房地產股 立即昨天跌幅很明顯 你怎樣看 會否投資者之前憧憬太高 其實現在仍有投資價值呢 房地產股 房地產股在香港比較簡單 一半是收租 一半是起樓 現在大家覺得樓價開始跌 所以房地產股票接著要跌正常 當初大家希望有辣椒有些變化 就炒掉了 現在希望暫時又壞滅了 所以股價就走開了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 但短期也不能太悲觀 因為剛才聽這麼多嘉賓說 情況雖然是有些向下 但不是那麼差 我們今節到這裡 我們第二節回來會講金融方面的政策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鐘 那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